我们要介绍一个功能很多 但是稍微有一点复杂的Obsidian外挂QuickAdd QuickAdd可以很快速的帮我们建立笔记 或者是插入笔记的内容 在这一个建立笔记的这一部分 看起来跟Temperator这一个外挂有相当高的一个类似的地方 因此QuickAdd除了提供自己的脚本的格式以外 它也完全支援Temperator 因此它跟Temperator有高度的整合性 我们如果使用Temperator原来的模板的档案 我们其实可以直接在QuickAdd里面直接在沿用 并且再加上QuickAdd自己家的API 或者是它提供的Capture的Format 就能够跟Temperator同时使用 这样子我们可以帮我们的笔记做到更高的一个很方便的操作性 QuickAdd的使用界面提供了一个所谓的Choice 选择的类型 让我们可以很方便的在操作QuickAdd的时候 透过这一个Choice的界面来做操作 它提供了四种类型 第一种是所谓的Temperator 也就是模板 也跟Temperator一样 就是我们要指定一个外部的一个模板档案 然后我们可以根据模板档案的内容 来产生新的笔记 第二种叫做Capture 它意思是我们要把 我们在Capture的设定的栏位里面的内容 它会整个帮我们 截取到我们的新的笔记里面来 或者是我们 目前操作中的这个笔记 其实是Capture2的意思 把我们设定好的一个栏位的内容 把它给截取到我们指定的位置去 第三种是所谓的聚集 Macro 一个Macro可以含有一到多个的Obsidian的命令 或者是我们使用QuickAdd做好的别的Choice 或者是我们使用Temperator的写的脚本 或者是QuickAdd自己API写的脚本 它都可以在一个聚集里面同时来做操作 第四种这个Mati 它其实就是提供我们在使用QuickAdd的 这个选择视窗的时候 我们可以很方便的 透过Mati 来产生成一个多阶层的树状的选单 方便我们来指定我要执行 哪一个Temperator 或是哪一个Capture 或者是哪一个Macro 因此Mati它基本上就是形成一个选单 我们只要熟悉了这四大类,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来控制QuickAdd了 这其中因为Macro需要去撰写一些脚本 它会比较复杂一点 那我们可能在下一次再来详细说明这个Macro的部分 那其他Temperator,Capture跟Mati 我们会在今天的影片里面来做一个简要的说明 我们先来执行一下QuickAdd的几个范例 让大家先了解一下QuickAdd 可以帮我们做到哪一些功能 在安装了QuickAdd的外挂并且启用以后 我们就可以在命令面板里面找到它 我们先按下Ctrl-P 再输入Quick 你就可以找到这一个RunQuickAdd的这一个命令 执行了以后 就会弹出QuickAdd的所谓的选择的视窗 Choice 在这边它就会,我们就可以用树状的结构 像这个就是使用Mati建立的一个选单的一个树状阶层 我们现在就是这个Temperates 跟Captures跟这个Macros 都是上层的一个项目 我们点击了这个项目以后 它会再弹出它的指项目 这个就是使用Mati可以来建立的 我们就来使用这个第一个Temperate QuickAdd Note 这一个QuickAdd的模板来试一下 我们点击它 它会先弹出一个输入的 档名的一个输入框 假设我们输入Test 按Enter 接着它会出现一个checkbox的一个视窗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选择 我目前要新建的这一个笔记 它是哪一种类型的 我们勾选的这个项目它就会帮我们产生在Tags的YAMO区的栏位里面 比如说我现在要写一个Obsidian的笔记 因此我就把它给选取起来 我目前就有这三个Tags 有Blog、YT-Videos跟Obsidian这三个Tags 好了以后我们就点击这个Semit 然后它会再弹出一个视窗 让我们选择它目前我这篇笔记的状态 我们就选择第一个 我们的状态分成三大类 就是这个是一开始的培育期 然后这个是成长期 最后就是完成的时间 然后我们先点击这一个 培育期 表示刚刚要写的一个新的笔记 我们的这一个模板 根据这个模板就产生出 我们的笔记出来了 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一边 这个Status Status是我们刚刚最后面选择的这一个状态 我们刚刚勾选的三个Tags 就会产生在这个Tags这一个正列里面 然后后面就是我们 用Templator做的一个样板的内容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样子 我们的一个 一般笔记的格式就产生出来 这是第一个使用QuickAdd 再加上Templator的模板产生出来的一个笔记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Capture的一个示范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 Markdown的表格 我希望要把这个表格 让它能够输出不同的格式 我们把这个表格选取起来 然后再按一下Ctrl-P 再找到QuickAdd 事实上为了方便QuickAdd的操作 因此这个RunQuickAdd 其实我有加了一个快捷键 我把它定义成是Ctrl-Q 等一下我们就直接按Ctrl-Q 就可以直接执行QuickAdd的视窗了 我们点了QuickAdd以后 我们接着我们要来做一个Capture 我们希望要来做看一下 我们要来做 我们做这个好了 我们要来产生 取得我的Markdown的表格里面的某几个栏位的内容 我们点击它 接着它就会弹出一个视窗 要我们来输入说你想要复制哪几个Column 比如说我要第一栏跟第三栏 如果没有这个功能 可能我们要去操作 表格要把它的这个直栏给 复制出来 你就需要很多的人工去做操作 现在我们就可以TogCapture 里面写了脚本 就可以很快的来达成我们要的功能 我们点击Enter 你可以看到 它就帮我们把这个表格的第一栏 AA这一栏 跟 第三栏 CC这一栏整个就帮我们抓出来 并且产生出我们 的一个Markdown的表格 这个是使用Capture 的功能来达成的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Capture的一个示范 我们先把一段文字 给选取起来 然后按一下Ctrl Q 把我们的RUN 用QuickAdd的这个选择视窗给开启起起来 然后我们要执行最后面的这一个 Capture Admonition 我们要把刚刚选取的文字 变成是Admonition的一个格式来显示 我们点击它 它会出现 Admonition预设的这几个图示 假如说我们是选择这个Warning 警告 点击以后 它就会把这个Ad-Warning 还有这一个 程式码的这几个 倒影号这几个符号 把我们 刚刚的文字给标起来 然后同时把这个Title改成是中文的一个名称 我们按Ctrl E 来看一下 预览面板 它就直接显示成 Admonition 它的一个格式 这个就是使用 这个 QuickAd 它的脚本来达成的这些功能 因此我们从这边这几个范例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QuickAd 可以跟Temperator 做完美的整合 然后也给了我们很多可以额外输入 需要栏位的一个输入的视窗 透过这样子的选择 我们就可以 更容易 更轻松 更准确的产生 我们需要的笔记的内容 因此这个就是QuickAd 它很强的功能 同时它提供的这一些剧集 也能够更方便的让我们 根据自己的需要 自己来操作这个笔记的内容 比如说我们的表格 要做这样子的格式的转换 刚刚我们是取出栏位 事实上 我们也可以把表格的内容 输出成不同的格式 等等 我们再等一下后面的 这个范例讲解里面 就来举这些例子 来 带大家来操作一次 让大家更容易 了解这个QuickAd 到底要怎么去做设定 我们先来看看一下 Capture 到底要怎么来做设定 首先我们就是进入设定画面 然后要往下找这个外挂选项 找到QuickAd 然后找到QuickAd以后 我们就到这个画面 QuickAd Settings的最下面 在这个地方 去输入你要设置的一个内容 在右边这一边有一个选单 我们可以去选择我四种 选择 类型 可以直接看你要使用哪一个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使用这个Capture 因为到时候我们设定的这一些 Choice 会有非常多 为了方便我们来识别我这一个项目 到底是属于 Template 还是Capture 还是Macro 因此我建议大家要用一个 可以识别的文字来做区别 比如说我这边 我是设定成Capture的人 我都会使用Capture开头 然后我们现在来做一个简单的 测试 就是要在我们的笔记的最上面 产生YAMO区的内容 因此我们就用这个YAMO 这个就是我们的 名称 我们就只要再点击这个AddChoice就可以了 点击了AddChoice以后 在我们的这些项目的最后面 它就会新增出你刚刚新增的这个选择 然后我们就要进入来做一个修改 这边有四个按钮 第一个这个 这个闪电符号 它表示是新增命令到我们的Obsidian的命令面板里面的意思 就是我们如果说这一个选择你非常常用的话 你可以把它给加入到这个命令面板里面 因为加入了命令面板以后 你以后就可以用Ctrl-P 来找到这个命令 然后来执行它 或者你也可以针对这一个 加入到命令面板的这个命令 再去做快捷键 因此 在这个快速操作上会比较便利 因此你有常常用的这个项目 你就可以点击这个闪电符号 把它加入到命令面板里面 这第二个当然就是这一个choice的设定 第三个是把它给删除 最后这一个是让你拖动位置的 好 我们先来点击这第二个configure 这个设置的一个功能 进入这个设置以后 我们逐一来讲解一下各个栏位的意思 如果你要改变你的设置的名称 在这个最上面这一个名称 你的这一个choice的名字要改掉的话 你就是直接点击它 它就会弹出一个输入框 你这个时候就可以再来做一些修改 比如说我们随便再加一个 加几个字 好了以后按Enter 这个choice的名称就改变了 所以是要用点击的方法来变更它 然后后面就是我们要把我的 内容要输出到哪里去 在这边家具有一个 要把这个内容把它给截取到 目前的档案里面 我们就先选择这一个 我要截取到我目前的笔记里面来 然后后面 你要新截取的内容是不是是一个 任务类任务的形式 不是 那就不用勾 你是不是要把它写到档案的最后面 你就根据需要自己来勾选 最后面这个capture 真正的重点是在这个captureformat这里 我们可以在这个栏位里面来输入我们需要的内容 因此我们把它给勾选起来 我们就可以进入这边来做选择了 这个所谓的format 是quick add 自己定义的一些格式 我们可以按 两个大括号 左大括号 把它可以用的这一些format 给显示出来 两个大括号 你可以看到它就会有这一些 可以来使用 我可以指定一个日期 冒号后面你就可以指定格式 或者是你用value value冒号 它意思是它会弹出一个输入框 你就可以输入进去 这个内容就会在你 写的这一个位置上面出现 另一个current是说 目前 要在笔记里面 你是不是要再把 目前这一篇笔记的 连结 给加入到笔记里面来 你就可以使用它来把它加入进来 或者是你可以再去指定 外部的模板档案 你可以再指定一个模板档案 到时候这个capture 就会去读这个模板的内容 然后来做 根据这个模板的内容 来做输出 好 假如我们在这边 我们就是要自己来写一个很简单的 内容的话 我们就先不要用这 这些 我们就自己加 因为我们是要写yaml区 所以我的开头跟结尾都是三个简号 然后我希望要加入我的建档日期 以前我们是使用templator的 tp.system.create tp.file.creationdata 这个是使用templator的变数来达成的 事实上我们如果使用了 这个quickadd我们可以使用它的format 我们刚刚其实有看过 就是这个date 好 我要格式 我是希望我的输出是yyy-mm-db 然后供一个HH 冒号mm 这个大写的m是月份 小写的m是分钟 这个就是我们建档的日期 他就会自己去帮我们抓系统日期的时间 带进来 然后接着我们要写一个标签 我们这个标签我希望是可以用选择的 我们一样用两个大括号 然后就选择这个value 冒号 把它带上来 好 在这边就可以直接输入你的text 比如说你常用的可能是 Obsidian 或者是跟Windows相关的 或者是跟MacOS相关的 或者是跟Linux相关的 或者是跟每日笔记相关的 等等 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给输入进来 然后最后面要用两个右边的大括号结尾 这样子到时候他就会弹出 选择视窗 让我们来选择你这边输入的任何一个 然后甚至后面这边我们可以去选择 比如说我希望把输入我的心情 这个心情我们一样可以用value 冒号 然后我按一下 我在Windows里面按一下windows跟分号 我就可以来输入 我要的这个一些符号了 比如说我这一个开心 或者是 angry 或者是 sade 这个好了 好 我们输入好以后右边大括号再挂起来 假设我的 淹没区就这三个栏位 最后要加上三个 减号结尾 这个就是我们做好的第一个capture 做好以后 我们就可以把它给关闭 然后再关闭 我们就可以在我们需要输出的地方 当然是这个yaml区要在整个档案整个笔记的最上面 然后我们就按一下 Ctrl P找到Quick 或者是我们等一下可以用Ctrl Q也可以 点击以后 再选择你要运行哪一个 Quick Add的项目 比如说我们要选择这个yaml settings 然后按Enter 第一个他第一个就让我们先选择你目前要插入的text 我要这个是假设是 Obsidian 然后你的心情 比如说我是happy 好 他就把这个yaml区的内容给插入进来 这个就是Quick Add的capture 大家可以看到他就是 多了很多让我们可以做 自行输入的部分 可以说 这样子会改变我们整个笔记 产生的一个工作的流程 是一个很方便的功能 接着我们就来 看一下Temperator的设定 我们先随便找一个我已经设置好的 Temperator Quick Add Note 这一项 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有展示过的 这一个产生 可以勾选的笔记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里面是要怎么做的 好 我们点击设置 首先Temperator 你需要指定一个你的样板档的路径 我就指定了 我这边我有建了一个Temperator-Quick Add.md 请大家注意他这个是要完整的档名 你输入完毕以后 他就会直接读取这一个 MD档的内容 来当做你的模板 然后接着在这边下一个栏位是 你的档名 的格式 是不是需要格式 我们是希望他能够自动让我可以输入我的档名 因此我就把这一个 File Name Format 把它勾选起来 并且在这边输入一个 我们自己用这个 Value 也就是它的Format 可以形成输入框的一个 指令 到时候 系统就会先弹出 一个输入框 我们就可以自己来命名 我的笔记 就可以有自己的名称 Temperator 没有办法 它就是 它就会自动 帮你产生一个 定义好的名字 没有办法 让你可以自行再输入 但是 现在透过Quick Add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地方 把我的档名给改掉 然后后面就是 你要建议在 是不是要把它建议在 一个特定的 资料夹里面 如果你希望 有 要指定一个特定的资料夹 你就是要把它勾选起来 然后你 如果你只有一个 笔记的时候 是不是要做选择 在这边其实它这个目录 我们是可以设定成多个的 比如说 我希望 除了Inbox以外 我还要让它 产生到比如说这个Daily 这个资料夹 然后我按Add 有两个的时候 是不是 要来做选择 我们就可以把它勾选起来 勾选起来意思是 它每次都会弹出 刚刚的这个目录选择 如果是你希望 固定就是要产生在 这两个资料夹的话 你就选了两个 通常我们应该 一篇笔记会产生在固定的地方 比如说我现在这一个 要把它产生在这个Inbox里面 我这个Daily就可以 把它给删除 它这个目录是可以多个的 多个的话到时候应该是会弹出视窗 让你自己再去做选择了 后面这个就是说 是不是要跟你 它的这个档案要产生在跟你目前 正在编辑中的这一篇笔记要同一个目录 你要的话就把它给 选起起来 理论上我们上面设了自己的路径 应该是直接产生到那个路径才对 这两个 应该是同时有一个成立就可以 然后 需不需要把你这一篇 新产生的档案的 连结 产生在目前的这个档案里面 它就会帮你产生一个 超连结的 中括号中括号的格式 只能会产生在目前的笔记里面 你需要的话就把它给勾选起来 如果有档案 名称有重复的话 需不需要自动帮你加上 123等等序号 让它可以 不会变成是 重复的档名 你如果 怕会有 重名的话 你就把它给勾选起来 然后接着就是 产生好的笔记 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开启它 你可以用 Source就是会进入编辑模式 Preview就是进入预览模式 Default就是看你系统设定 预设是哪一个 哪一个模式 是编辑还是预览 它就会根据你系统的设定来试 我们这边是特别指明 我就是要产生在 编辑状态里面 然后新产生出来了 这个档笔记的标签 是要垂直的 还是要水平 这边就是都可以做控制 我这边就不管 然后最后 要不要把滑鼠游标 的那个焦点移动到这一个 这一篇新的笔记里面去 要的话就是把它勾选起来 不然它会保留在目前 正在编辑中的这一篇 这样子设定好以后 我们就可以离开了 这样子的结果 就会像我们 刚刚这样子 我们的Template 就会先让你输入一个 笔记的档名 请注意我在这边它会出现 这个中文是因为我们刚刚在这个 在这个地方后面就是直接输入了这个中文的名称 因此它就会弹出这个讯息出来 这样会更方便我们来做操作 我们才会知道比较容易知道说 我这一个QuickAddNote 它的要输入的栏尾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们现在把它叫做Note 按Enter 然后就是再来勾选 假如我全部都要 然后再Semit 然后就是我们刚刚选择的那一个Template 就是在我的档案的Template Template里面 我有另外再建一个 给QuickAdd用的这一个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 选择的这一篇 请大家注意这个我们还没有讲到 这个影片已经太长了 可能就讲不到 下次再特别去讲 这个就是所谓的QuickAdd的API 我们可以直接用 到引号JS 然后后面再加一个 KongQuickAdd 在这边就可以写 JavaScript的一个脚本的内容 这一个 就可以使用我刚刚的这个 CheckboxPrompt 它就会出现勾选的 那个选择视窗 我们就可以直接在 我常用的标签里面去做勾选 勾选完的内容 再用Return 然后把它形成是正列 中挂号的格式 再输出到这个Text的下面 最后就会产生出 我们刚刚产生出来的 这个格式 今天 由于这个时间的关系 我们可能就是 还是只能介绍 到 这个地方 就是基本上 Template跟Capture都已经讲过 这个Mati其实 很简单的 就是你只要根据自己的需求 自己去建一个项目出来就好 比如说我在这边再做一个4 Test 然后Add a choice 它就会多出一个4 这个我们就可以按右边这个 把它移动到某个特定的位置 假如说我这一个 刚刚的这个Settings 我要把它放在这一个Test的下面 我们就是点击它 让它变成是开启状态 它下面是空的 然后把这一项拉到它的下面去放开 这一项就会被归在Test里面了 假设我这一个也把它放进来 这个操作有时候不是那么方便 进去了 就是这样子就可以来组织我们的 这一些项目 我把它全部拉进去好了 放在档名下面好像会比较方便 项目的名称下面 好 这样子 我们就建了这4层 到时候选择的时候 它就会只出现这4层 然后我们就要再点击再选下一个 或者是按这个back回到上一层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介绍这个QuickAdd 希望 让对大家来操作这一个 外挂的时候能够有些帮助 下一次可能就是直接来讲那个脚本要怎么来撰写的 好今天就介绍到这边 谢谢各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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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